大家好,我是飞哥 今天我们来分享一道非常简单的哈利煎蛋 哈利其实还有很多别名 比如说花甲螺,花哈 煎蛋肯定少不了鸡蛋 还有哈利的肉 首先把哈利的肉先焯水 水开再放入哈利肉 焯烫一分钟捞出 准备一个小碗 碗里打入四个鸡蛋 打鸡蛋的时候要用我的筷子 朝一个方向搅打均匀 然后放入超过水的哈利 加入盐和少许胡椒粉 用我的筷子再次搅打均匀 要把鸡蛋煎好 必须多划两次锅 先把锅里面的油烧热 再把它倒出 再放入少许冷油 加一半的鸡蛋 先关火 利用锅的余温把它炒至半熟 这一步要注意不要炒得太熟 把它成为碗里 用筷子再次给它搅打均匀 要想把鸡蛋煎好 要想把鸡蛋煎好 必须二次划锅 把油温烧至八成 再把油倒出 锅留底油 下入鸡蛋 用锅铲 给它铺平 煎蛋一定要开小火 慢慢地煎 要不停地晃动锅身 使鸡蛋饼均匀地受热 先给鸡蛋饼煎至一面金黄 翻面再煎 不会翻锅的同学 先把鸡蛋饼倒入盘中 再把鸡蛋扣回锅里 这样的方法虽然笨 但是也很实用 把鸡蛋饼煎至两面金黄 倒出 切成三角片 要把鸡蛋饼稍微切得大小均匀一点 大小均匀摆盘会更加有迈向一些 好了 今天的哈利煎蛋就制作完成了 这样煎出来的鸡蛋 大人小孩都非常的爱吃 喜欢了 留下爱心之质 谢谢